中国老百姓几百亿的救命钱都被偷走了 你敢信吗 医保基金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的救命钱 这事儿一点都不夸张吧 但夸张的是国家每年被人偷走的医保资金的数目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 18年到20年仅是追回被盗的医保基金就超过340亿元 去年一年追回的医保基金就高达223.1亿元 那没追回的有多少钱 根本无法想象 到底是谁动了咱们的救命钱 这条视频会为你揭开医保骗局 内容涉及的利益链条非常多 有关医疗机构也有关零售药店 要多敏感就有多敏感 骗保有三大渠道 第一个人骗保 第二医疗机构 第三零售药店 第一点其实跟普通的诈骗大同小异 我着重讲第二点和第三点 定点医疗机构咋骗医保呀 去年媒体曝光了安徽太和县 当地多家医院免费拉拢来了大量健康老人住院 管吃管住还免费体检 为啥呀 无礼不起早 医保中心每年都会给定点医院拨一笔 医保报销额度 假设病人住院医保可以报销1000元 那么医保局就要付1000元给医院 病人越多报销额度也就越大 医院获利也就越多 于是慢慢衍生出了一种专门拉人住院的中介 每往医院送一名老人住院 中介就可以从医院拿到200块左右的好处费 医院自己就可以竞争800元 国家的医保基金也就这样被无端消耗了1000元 对医院来说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中介找老人 医生做假病例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骗保产业链 但这不是最狠的 好歹给老人住了几天医院 有些医院直接偷个人信息 让你备住院 比如说四川省宣汉县的明泰医院 18年开始 明泰医院通过宣传承诺免费体检 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人群 免费体检过程中 获得病患的医保信息和身份信息 然后拿骗来的信息用于医院挂床诈骗国家医保资金 为了把这事做大做强 明泰医院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市场部 主要负责在外面拉病人 拉一个病人提升300元 同时只要到明泰医院就诊 不管大病小病 有病没病都要求被住院治疗 专案人员调查发现 明泰医院的医保病人覆盖率达99% 但门诊病人却几乎没有 然后医院负责伪造病例 护士把多余的药敲碎处理掉 他们骗到了钱还浪费了药 而这样的骗保现象不是个例 我国一半以上的定点医药机构 都存在医保基金使用方面的问题 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良心一点的过度医疗 小病大治增加开销等等 第二 药店为什么会是骗保重灾区呢 在18线小县城里 一条只有几百米的街道上 可能会有十来家药店 内卷成这样的生意真的能赚到钱吗 骗保就都能赚到 而且是报复 我们普通人的医保卡 在药店通常只能用于支付购药 很多药店什么洗发水 零食甚至按摩乙气垫床 通通都可以用医保卡购买 这就耗总为一部分 但真正的财富密码 是药店和药贩子联手 利用医保卡套现 小区墙壁上 医院旁电线杆上 都能看到高价受药的牛皮线 谁收购呢 药贩子 导药骗保环节中 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药贩骗保这条黑色骗保产业链上 有开药人 药贩中间商 药店四个环节 杂片呀 比如某种医保目录 假类药品单价100元 刷医保卡 仅支付10元就可以买到 随后将药品 以40元的价格 转卖给药贩子 药贩子再以55元的价格 转卖给中间商 中间商再以70元的价格 卖给药店 药店则按照100元的零售价 将要卖出去 一轮下来 相当于10块钱 骗走了100块钱医保 利润率900%呀 在江苏延城 一名中间商 14年开始倒药 7年来 不仅养活了一家人 还全款买了7套房产 南京就有3套 暴力程度令人责舍 而那些跟多个药贩合作的药店 获利有多少 更是让人无法想象 医保本是普通老百姓的救命钱 竟然变成一种套利游戏 还浪费了大量医疗资源 要知道 医保的总数是固定的 被骗走的钱越多 用到真正需要看病的人 身上就越少 所以这是一场获害无穷的生意 哪怕这条视频 内容风险再大 我也要分享出来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咱们国家也把医保诈骗 视为头等大事 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一直把打击诈骗骗保 作为首要任务 医保基金监管 已累计追回医保基金 436.87亿元 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 举报奖励机制 最高可奖励人民币10万元 截至2020年底 国家平台总共接到了 2.1万条举报线索 追回的基金达到了5.7亿元 全国累计发放的举报奖励 已经达到301万元 总共曝光了5万多例 如果你发现身边 也有这样的事情 也请记得去举报